好 所以劉律師 其實不只是博弈認為說 柯文哲他都知道 其實這一次高院的法官 恐怕也是認為他都知道 尤其在這個昨天 我們看到高院的裁定書 甚至今天的這個發回根審 這個帝院他的最新的裁定書 你覺得所謂的成審法官 他們的法官新證到底影響有多大 我覺得成審法官 其實大家可能有一點點誤會 就是柯文哲知道有八百四 不是問題 柯文哲一定知道 他知不知道這個可能違法 這才是重要的關鍵 他會不知道這違法嗎 對 所以現在大家拿出來的證據 都是告訴柯文哲說 他三月之前不曉得八百四 這更誇張 對 這當然是更誇張 可是我們法律的重點就是 明知違法 要明知違法 可是明知有這件事 所以後面太多的證據 包括你在講說 這個只要不坐牢 那就代表你知道有違法的風險 那你知道有違法的風險 你也沒有降低違法 你硬去做的時候 那就是土地的問題 對公務員不坐牢 代表他知道公務員做的這件事情 可能會坐牢 對 有可能 那你只要知道有可能會坐牢 你到底做什麼防範 你覺得可以讓他不坐牢 你沒有坐 你只是覺得 我相信你 會不坐牢 你就幹吧 那對國家來講 對司法來講 一個兩百億這樣子的利益的事情 你就單純僅憑著 我相信 那不能接受 所以會認為涉及到土地 好 主播觀眾 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來關注司法矚目重案 也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稍早在歷經台北地方法院 第二度召開的積壓庭 在稍早5點16分左右 被裁定收押禁件 目前人已經搭著球車 送到台北看守所了 而台北地方法院 也公布這一次 他們為什麼要積壓柯文哲的理由 其實背後跟這些被告的人物 是有所關聯的 我們來看一看主要就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認定 沈慶金 他是威京集團的主席 那麼在京華城的案件呢 收受不法利益 兩百多億元 而這背後呢 讓沈慶金突立的關鍵 也就是法官認定 柯文哲明知 在京華城的容積超過百分之五百六 會造成違背法令 還執意為之 所以造成這個被告申請金呢 可以收受這兩百多億的不法利益 所以說 法官呢 其中一個收押柯文哲的理由就是這個 而第二個呢 收押柯文哲的理由 也就是呢 提訓包含前台北市副市長 彭乘生 目前呢 他是在押的被告 此外呢 還包含 映嫂威 也就是台北市議員 還有映嫂威的助理吳順明 那麼這幾名被告呢 他們都跟柯文哲的說法 完全不一樣 因此呢 就認定在這背後 可能是有勾串滅政之餘 將柯文哲收押禁見 不過要來說到柯文哲 其實在面對第二度的積壓庭 他還加碼聘任了一名王牌律師 也就是蕭逸宏 曾經擔任過檢察官跟法官 而先前呢 柯文哲的王牌律師團當中 也有一名叫做鄭聲援 他曾經擔任檢察官15年 也曾經擔任特徵組的檢察官 在這個簡便工房當中 不管是檢察官或是律師 他們其實都是大有來頭 各有準備 不過在這一次 台北地方法院在二度召開積壓庭 將柯文哲給收押禁見 所以說後續我們也關注到 柯文哲的委任王牌律師團 他們將會提出抗告 後續東層新聞 也會持續來掌握最新消息 好 的確我們看到 今天這個轉折蠻大的 因為柯文哲是被羈押禁見 這個結果當然也驚動了整個政壇 而儘管說民進黨中央表示 不願意評論整個司法案件 但是黨團也已經強調會哀驚勿喜 就在高雲認為 民主黨主席柯文哲 在當台北上期間 有積極介入京華城後 北院根裁結果出爐 柯文哲擠壓境界 這結果當然幾家歡樂幾家愁 不管如何 柯文哲司法案件的判決結果 已經在未來政壇掀起 驚討海浪 尤其藍綠白之間的微妙攻防關係 是否會跟著轉變 大家一起尊重法官的裁定 不要急切地來抹綠法官 來鬥臭司法 民進黨團也會哀驚勿喜 後續就持續地讓司法爭辦 讓全案水落石出 瑞銘在出手 反觀民進黨中央態度 耐人尋味 聲稱不評論司法案件 而蘭茵小西第一時間 在做政治分析 是否會有更大的所謂的一個 政治抗爭這樣子的動作 如果說現在流失的小草 還是轉頭去支持民進黨 只會讓在野的處境更加艱難 事實上早在羈押境界判決 結果前民眾黨數次殺盤推野 黨公喜喊全黨激進捍衛 柯文哲清白 再有趣的 卻又呼籲小草正常生活 據了解白銀幹部 對主席司法案件 普遍悲觀看待 而劇本中也確實包含 如果能交保 柯文哲將聚保 藉此汗為清白 來累積民眾黨的政治能量 不過還不用等到 柯文哲能否交保 直接擠壓境界 第一時間 黃國昌臉色凝重 接著離開專訪 那你現在要去開會了嗎 對 好 我覺得我現在要去開會 OK OK 好 謝謝你 辛苦了 不會 不會 確定收押境界 是 白銀密集開會 將接下來民眾黨立刻陷入為難 柯文哲擠壓境界 不僅重創黨內失信 外界更關注 柯文哲黨主席一職 辭不辭 停不停拳 代理主席又會是誰 姑且不論民眾黨未來的路 何去何從 小草因為柯文哲 已快哭成稻草 同時這中心做不到 好 晚間的八點鐘 今天晚上的最新現場 我們看到的就是在民眾黨 主要是因為 黨主席柯文哲 捲入了金華城弊案 而且北院裁定 柯文哲積壓境界 對此民眾黨 也已經發出了最新聲明了 詳細狀況 連線記者葉庭報導 你說 好 針對金華城的案子 今天台北地院 是在下午的時候 是重新召開了積壓庭 但是歷經兩個半小時的討論 這個地方的法院 最後是裁定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是積壓境界 但或許是柯文哲知道 這一次狀況是不太樂觀嗎 因為他在稍早的時候 也在臉書上 是PO出了一段影片 是來向小草還有支持者 以及黨員來喊話 馬上帶您看一下這段影片 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關心我的狀況 不好意思 讓大家擔心 其實你們照顧好自己 就是對我最好的幫忙 請大家認真過每一天 快樂過每一天 心存散念 盡力而為 讓我們繼續努力 好的 就是這一次的影片 我們也聽到 就是柯文哲 他也來向小草們信心喊話 是要大家 心存散念 是繼續的快樂過每一天 但是 或許民眾黨的成員 可能沒有辦法心情上面 是這麼輕鬆 因為在今天的時候 其實在下午晚間 最最後的裁定是出來 是積壓境界的時候 在下午五點半 民眾黨的陸續成員 是都回到黨部來舉行 緊急的小組會議 而就在稍早的時候 七點半陸陸續續成員有離開 我們也發現 就是民眾黨的黨團的主任 這個陳志涵 似乎眼角眼眶是有一點紅紅的 似乎心情是不太好 而且在稍早的時候 民眾黨的立委們離開的時候 也有說現在被問到說 現在是不是有代理主席的狀況 那他們也說 現在是沒有這個代理主席的一個情況 因為現在呢 這個包含當初的時候 也是希望說 這個主席是不要請假的一個情形 但是呢 除了這個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在臉書上面 也有發出這個影片之外呢 那民眾黨呢 在稍早的時候 也有發出這個聲明 他們也是認為說 為什麼這一次同樣的市政 但是上一次呢 法官卻是裁定這個無包請回 但是在這一次的時候呢 卻是遭到積壓境界 因為基於相同的市政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不同的一個情況發生呢 而且呢 他們也扯出到就是說 這似乎呢 在這個現在這個台北市長蔣萬安呢 他在當時的時候 這個都發局曾經也是有發出這個新聞稿 是認為說這個容積率啊 應該是有就是釋切性 也有合乎這個法律性的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法官 也會做出這樣的一個判決呢 不過呢 他們同樣呢 也是堅信這個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的清白 也會是支持他持續捍衛自己的清白 那目前呢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 呃 就是民眾黨呢 這個緊急應變的 這個小組的會議呢 是已經經過兩個半小時多的左右 那目前呢 其實召集員黃國昌呢 是人還在這個黨部裡頭 那他們也說了 明天早上的時候 會有一個完整的說法 來對外來公開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最新消息 再把時間鏡頭交還給光臨主播 好 就在民眾黨 正在召開會議的同時 他們的黨主席柯文哲 已經抵達了台北看守所 柯文哲的球車呢 是在晚上6點33分的時候抵達 那麼在場外呢 其實有很多的民眾自製反科標語 甚至呢 還在看守所外面歡呼 顯然來的不是小草 詳細的狀況 我們聯繫給記者蔡玉山 好了 主播各位觀眾 持續帶您來關心 在台北看守所外的最新情形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他是因為涉灘遭到了收押禁見 也在晚上的6點33分的時候 送進了這個台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外面是聚集了大批民眾 直到現在都還沒有離開 而其中一位民眾呢 我們也訪問到他 他說呢 他在得知柯文哲被收押的消息之後 就立刻這個自己自製了一個大看板 上面呢 還有寫著一些標語 我們來聽一段他的稍早訪問 知道裁定結果之後趕快做的 對 很開心啊 我一直喊他阿伯真喔 立心處真喔 真喔 剛好呢這個柯文哲送進看守所的時間 首先是晚餐時間 根據呢看守所的菜單 今天的晚餐除了有滷豬腳 還有紅燒魚丸以及十定蔬菜 還有味噌湯 總共三菜一湯 而根據看守所的最新聲明顯示 柯文哲呢他入住的是多人的設防 而且呢跟本案的其他被告都沒有住在一起 另外呢他如果在這個期間 有感受到身體不舒服的話 也會呢來協助他看診 以上呢就是我們在這裡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交還給棚內主播 柯文哲雙手被上銬 神情落寞慢慢走向球車 還回頭看鏡頭一眼 64年人生從政主打清廉 卻第二度被上銬 重開積壓停從無保警回 逆轉變收押境界 走不出台北地方法院 在法警介護下坐上一人專車 前往台北看守所 法官就是認定柯文哲明知增加過高 超過560%的容積給金華城案 使違背法令他還執意為之 甚至貫徹意志 讓神情金從金華城一案 獲得不法利益超過200億 涉貪污罪里的圖利罪 最近本刑5年以上 法官還批他沒有維護公共利益 影響社會層面深遠 有串政滅政的可能 裁定收押境界 二度開積壓停結果逆轉 律師一臉鐵金一句話都不說 走出台北地院 對比一早9點15分 柯文哲這麼微笑 對比真強烈 主席有打算說什麼來跟法官 證明你的清白嗎 主席有信心嗎 5號上午9點15分 柯文哲全程笑而不達 似乎有備而來 下午2點正式召開積壓停 歷經2點5小時攻防 在下午4點半結束 北院在5點16分公佈裁定 積壓禁見 柯文哲在5點51分 搭上一人求車前往看守所 等對他的晚餐是 滷豬腳 紅燒魚丸 蔬菜還有味噌湯 酸菜一湯 這回再開積壓停 陳審法官其實沒審心事證 認為要保障柯文哲的防禦權 避免柯文哲被突襲 儘管如此 二度積壓停 最終結果出爐仍是積壓禁見 法官甚至說 雖然現在是圖利罪 但偵查是浮動的 隨時證據逐漸形成犯罪輪廓 甚至轉成賄賂罪重刑 柯文哲因為精華成案 圖利危機超過200億元 被上號收押禁見 等新聞 呂嘉憲 彭行美在台北報導 好 所以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柯文哲二度召開積壓停 剛剛稍早結果出爐了 確定是裁定積壓禁見 那當然大家都想問到底為何會急啊 我們剛剛裁定的結果的相關的訊息也出爐了 那法院他們是認為他明知違法 但是還是讓這個財團圖利了200億 好 我們這一節請到的大律師 黃博文哲律師來幫我們分析一下這一次的整個裁量的結果 您怎麼看 這我看我是看這個結果是覺得蠻錯愕的 那就這個裁定的理由啦 我看了以後他是認為說這個容積率是違法過高 那柯P這邊是知道而且執意為之 那甚至就是跟這個有坦承部分的事實 但是隨著這個追偵偵查中的過程中 就是可能會發現 持續發現說是否有收費的情況下 那雖然他坦承部分的事實 可是跟其他共同被告的證詞也不一致的情況下 為了避免證人的癥結性被影響 因此認為說在維護公益性的情況下 是不可以用積壓的替代措施 所以應該要給予積壓裁定 好 沒錯 但是律師我們其實稍早也提到一個關鍵 其實今天下午的時候一開始 法官是說什麼 說這個不會考慮不會審酌新市證 但是現在在這樣看起來的話 是不是新市證也影響到了這一次的判決 我在想恐怕是不至於 但是原本的卷宗資料或許就有呈現這些資料 然後去勾集以後去做出一個新的裁定 也是符合法律的 因為法院法官是有可以獨立審判的空間 那就在原本的內容去做一個裁定的話 或許是原本的資料上可以引發他覺得是 有重大犯罪嫌疑 以及有這個勾竄或者是滅證的可能性 好 沒有錯 但是我們看到了這一次柯文哲 他這一次是確定是裁地積壓紀件 但是未來來說的話 是不是也有可能在這個柯正營的部分 有可能也去再去提相關的抗告行動 對 因為這一次的裁定結果 對於柯P是不利的 所以他一定是可以提出抗告 那來確認說這個法院做出這個積壓程序 是否有違法不釋法的情況下 如果有的話 高院一樣會重新發回 了解 好 可以聽到大律師的這個精闢的分析 但是當然我們也看到在外床的整個狀況 事實上在剛剛第一時間的結果出爐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警方是築起了兩道的人牆 現場可以說是有上百名的警力 都來到現場來做相關的戒備 主要就是因為裁定的結果出來之後 其實現場的這整個這個支持民眾情緒是比較激動的 那當然稍後有進一步的衝突消息 而且我們也會持續的來幫大家做掌握 再把時間交還給您 好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因為柯文哲遭到羈押禁件 目前現場最新情況是小草現在非常的失望 上百名的警力也持續的在戒備當中 那麼現在根據我們了解呢 其實檢方掌握提出抗告的主因呢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柯文哲並非完全不知情 那我們持續帶您了解這一次整個案情回轉的原因 我們繼續交給記者澤睿 判決出爐之後 我們從現場畫面你可以觀察到一個重點就是 支持者變多了 除此之外 其實在剛剛第一時間的這整個裁定的結果一出爐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整個現場是兩道人牆 我們透過鏡頭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看到這是第一道人牆 也就是在整個愛國西路要進到不愛路的第一個現場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是第二個現場 也就是要進到北檢前的這個路段 現在也已經築起了警方人牆 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其實包括駒馬也是一樣 當然就是避免有衝突發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不只是車道上 事實上如果你連人要進去 都會必須要經過相關的一個管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車道來說的話 是已經完全沒有辦法通行了 除此之外 如果你人員要進去的話 你只剩下旁邊一小小通道 但是如果你要進去的話 事實上你必須要有相關的證件啦 或是你有必要性進去 否則在這邊通通都會被擋下來 你還要我怎樣 要怎樣 所以是怎麼樣 你千萬不要在我婚禮的現場 我聽完你愛的歌 就上了車 愛過你很值得 我要你怎樣 現在是怎麼樣 沒怎樣 現在是怎麼樣 我陪你走著如你不忍望 因為那是我 最快樂的時光 從這裡來 我聽過最感動的一句話是 只要別不放棄 我們都不會放棄 那今天拜託拜託你們 只要你們不放棄 我就不會放棄 柯文哲二度駕亭 現在召開已經確定是駕駕駛 目前最近狀況 我們現在連線記者張兆和 好沒有錯 柯文哲跟北檢的第二站駕駛 兩個小時半之後 答案出爐了 答案是 北檢逆轉勝 柯文哲被法官收押禁駕 好 收押禁駕之後 大家想問理由 但是北院的法官說 他們會寫預知結果 待會會把理由 再會有一個裁定書 會再跟大家講 到底理由會是什麼 不過這一次你可以看到 360度的翻轉 從原本無包請回 到現在竟然是積壓禁駕 很明顯 法官的新證 佔非常大的一個成分 尤其是在過程當中 是不是柯文哲 知情容積率變大這件事情 在這一次的積壓庭當中 論戰非常的多 有幾個小東西 先給大家看 關鍵就是 在1630 就是下午4點半 開完積壓庭之後 包括柯文哲的律師 走出來之後 其實臉色並沒有那麼好 其中包括了證聲員 我們去問他 他只說他低調 不知道這件事情 另外另外一個律師 陸正義 他只說自己敬禁了 這句敬禁了 是不是也預言了 現在柯文哲被激壓禁鑒了呢 另外我們也有發現到主任檢察官 就是北檢的中組的主任檢察官 江曾鈺 他一直面露微笑 從出去到進來都是面露微笑 是不是也顯現這一次北檢的勝利呢 好 另外到底聽上有多緊張呢 我們從幾個方面給大家來看 還記得我們今天中午到下午 一直跟大家講說 這一次的法官感覺比較 往柯文哲這個地方來走 因為他認為是說 不要有一些過去的一些激震 把他拿來這個激壓庭裡面過來聊 他不採證 但是沒有想到這一次事卻完全翻轉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不採證過去的新激震 如果不採用新激震的話 那其實時間可以不用拉那麼長 但兩個半小時裡面 到底在畸變什麼樣的內容呢 如果據法界人士的分析 如果是法官有新證的話 坦白講答案馬上就會出來 但很明顯法官是沒有新證的 所以這兩個半小時內 左邊是檢方 右邊是柯文哲跟柯文哲律師 雙方不斷的在答辯 答辯到一個結果之後 法官在拋新問題 雙方也不斷的結問 所以在一來一往的過程當中 最後才會做出這一個結論 那大家想說 當下為什麼不給答案呢 因為他4點半就已經 結果出爐了嘛 就已經激震庭開完了 但因為法官未求慎重 所以等了30分鐘之後 才預知了這個結果 但原本想說是5點10分了 但最後也拖到大概快接近5點15 到5點20的這個時間點 才預知了這個結果 就是柯文哲被羈押境界 好 柯文哲被羈押境界之後 想必未來的發展會是什麼 對於北京來說 好 這是一個勝利 但對柯文哲來說 對柯文哲的支持者 曉曉來說 當然是不會不服氣的 所以柯文哲想當然而 他的律師一定會提起抗告 提起抗告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又要再發揮高遠 高遠又要再審酌 會不會又進到第二輪的 甚至第三輪的羈押停呢 我們也會持續為你掌握 以上最新 主播 好 謝謝照合的解釋 那麼這一次的羈押停 其實總共開了兩個多小時 是在下午4點半結束 那麼一路拖到了5點15分左右 正式公布了結果 柯文哲確定是羈押境界 這一次其實柯文哲的律師 鄭勝也提到 他整個過程當中他已經盡力了 但是檢察官也強調 張正義是說這整場平常心 看來他們彼此雙方 早就知道了結果 那麼這一次確定 在二度加停 柯文哲是羈押境界 目前其實在北檢外頭 小草門的反應又是如何呢 以及目前北院狀況又是如何 我們先連線記者黃子豐 帶大家掌握 子豐 好 主播觀眾 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方 法院帶給觀眾目前最新消息 也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歷經第二度的積壓停 目前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也就是下午的5點16分左右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境界 好 這是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所以說稍後呢 柯文哲所委任的王牌律師團 是否會對這個裁定 來做出受訪相關的回應 目前我們都在台北地方法院的門口這邊 還持續在守著 那麼最新消息也就是今天大家非常關注 也就是下午2點鐘所召開的二度積壓停 那麼再歷經兩個半小時的停訓 也就是呢 在下午4點半的時候 停訓結束了 那麼呢 結果就在5點16分 出爐了 柯文哲才定收押境界 所以說稍後呢 柯文哲就會搭著求車前往台北看守所 這是我們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 不過呢 要來說到整起案件的發展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也覺得在最近呢 就感覺好像是發展不斷的變動 包含是2號台北地方法院在第一次召開 集壓停的時候裁定無保請回 那麼這三號也就是在隔天的時候 台北地檢署不服因此提出抗告 那麼抗告也真的成功了 也就是呢 在隔天高等法院發回耕裁 那麼就在今天也就是5號的時候 台北地方法院重新來召開集壓停 我們要來觀察這背後 包含台北地方法院第一次呢 在裁定柯文哲無保請回的時候 原因是寫說柯文哲犯罪嫌疑不重大 不過呢就在高等法院發回耕裁 理由卻是寫著認定了被告柯文哲 涉嫌呢積極介入金華城案 因此呢希望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持續再來救命 也就是再來釐清 究竟柯文哲是壓或者是不壓 而這起案件呢 一開始也引起外界的嘩然 加上法界的華人 也就是呢柯文哲最初呢是無保請回 所以說這一次呢檢方抗告成功 稍早呢我們觀察到 包含呢在庭訊結束4點半之後呢 主任檢察官江貞譽他所領軍的 那麼他在離開法庭之後 他面對媒體呢是表示平常心 而柯文哲所委任的王牌律師 則是回應他們已經盡力了 並且呢其中一名律師 就在這個停訊完畢之後 才總算趕緊趁這個空檔去上廁所 並且來等待停訊的結果 那麼就在稍早下午5點16分 台北地方法院最新的裁定結果出爐 也就是柯文哲收押禁件 那麼稍後呢我們也會來掌握 台北地方法院究竟收押禁件的理由 究竟是什麼 而稍後呢柯文哲就會搭著球車 前往台北看守所 你是不是司法不公正式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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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要對內心的說 我們大家安全喔 我們馬上要連線 請記者黃子鳳告訴我們最新的消息 子鳳 好 直播觀眾司法焦點帶觀眾朋友 來掌握東山新聞團隊 持續在台北地方法院這裡 掌握最新訊息 那麼根據我們掌握呢 柯文哲他是被裁定收押禁件 而這其實是台北地院第二度 來召開基押庭 對於柯文哲來說 他也聘任王牌律師 其實律師都是有所準備 不過呢下午 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他們在歷經召開基押庭 兩個半小時的庭訊之後 法官這一次不是裁定 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呢 究竟為什麼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在上一次呢裁定五包請回 這個時間點就在2號 那麼今天時間點來到5號 這一次呢不一樣的法官來開庭 召開基押庭 這一次第二次卻是裁定 擠壓禁件 台北地院現在也很火速的公布 這個裁定的理由 也就是呢認定其實這一起案件關鍵被告 也就是威京集團的創辦人 沈慶京 他在過程中透過金華城的弊案 收受兩百多億的不法所得 那麼這個背後圖利的關鍵也就是呢 法官就認定柯文哲是難辭其咎 我們要帶給觀眾朋友 法官怎麼說的呢 法官說啊 柯文哲明知道增加過高 超過百分之五百六十的容積 會給予金華城一案 違背法令而執意為之 也就是呢 其實圖利罪的構成要素 是他明知違法而為之 所以這一次呢 法官就認定柯文哲涉犯 圖利罪嫌重大 而且有串政之餘 裁定收押禁件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啊 法官裁定的理由 還有第二點 寫出呢 柯文哲的說辭 跟這一起案件的共犯 包含呢 沈慶京 以及呢 包含 殷小威 以及彭震生 也就是前台北市副市長 他們的說辭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說 法官裁定收押禁件 也就是呢 後續擔心他們有串政可能 或是滅政可能 要來持續讓這個案件順利巴掌 所以將柯文哲給收押禁件 而稍後呢 柯文哲就會從台北地方法院 搭著車到台北看守所 不過呢 其實觀眾朋友也會好奇 法官也有在這個裁定的 而整起案件呢 我們要說到 從二號開始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無保請回的時候 台北地檢署當時呢 就不服 因此呢 隔天提出抗告 那麼在隔天呢 也就是在昨天 高等法院發回台北地院耕財 那麼時間點就來到今天下午兩點鐘 台北地方法院有完全不一樣的法官 來開積壓庭 從下午兩點鐘 召開積壓庭 那麼時間點呢 開了兩個半小時 停訓結束之後 就在下午四點半 四點半結束之後 當時呢 大家都在等待這個裁定的結果 就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看到呢 法警是先出來維持秩序 所以說這個時候 大家也會關注說 柯文哲這一次呢 還是交保嗎 不過就在下午五點十六分 法官的裁定出爐了 也就是收押禁見 那麼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有看到柯文哲 包含是在下午三點鐘 以及呢 在停訓結束之後 都有看到他從法庭走出來 那麼之後呢 在停訓結束之後 下午四點半 柯文哲呢 就走到台北地方法院 地下一樓的候審室 來等待結果 而在這個過程中 柯文哲的委任律師 他委任的王牌律師 幾乎呢 都是曾經有擔任過 檢察官的經驗 而且呢 在這個檢便的工房上 是相當有經驗 柯文哲的委任律師 對媒體說 他們認為他們盡力了 而對於台北地檢署 所派出的主任檢察官 江振毅則說 他認為他也是盡力了 而且是平常心 那麼就在下午五點十六分 柯文哲被收押禁見 法官公布裁定的理由 也就是認定 柯文哲有圖利罪嫌重大 而且呢 他是關鍵造成 這一起案件的被告 沈慶金 在這個案件 圖利200多億的決策關鍵 所以說柯文哲稍後 大概呢 六點鐘就會搭著球車 前往台北看守所 東森新聞在這邊 也會持續掌握最新消息